国盟活动上挨骂敌对异教徒 行动党领袖赤过火煽动 哈喽大家好 我是Covine 那这个伊斯兰党真的是越来越过分 越来越无法无天啊 他们现在呢 基本上呢 那个操作就是又再一次的把行动党 当成是这一个假想敌 故意制造一个假想敌出来呢 然后全部人对准这个行动党来炮轰 OK 那普遍上来讲啊 我们华社对于敌对异教徒这几个字呢 是不太陌生的啦 因为这个是伊斯兰党惯用的伎俩来的 那有些论述呢 甚至讲哎呀 你关于伊斯兰党做什么 没有用呢 他们本来都是那个样子的啦 我们又不是把票投给他的 所以哎呀你听听就好了嘛 哎呀马招跑舞招跳继续干 我们原本应该干的事情就好了 OK 可是对于伊斯兰党 或者说对于马来同胞来讲 敌对异教徒跟我们华人认知的 敌对异教徒可能啊是有一些些的区别的 因为在华语的角度 异教徒 大家的这一个解释跟认知呢 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可是在马来文那边呢 异教徒呢 有分好几种不同的这个版本跟语境 在不同的语境下讲出来的异教徒呢 是有不同的性质的 那这一次伊斯兰党在这个国盟的 能吉利补选活动上面 主持人一开始呢 就对着这个行动党炮轰 讲他们是卡丝尔哈比 敌对的异教徒 这个卡丝尔哈比呢 它是具有战争性质的 这一个意思的 通常呢是形容在战争之下呢 那一些异教徒对于穆斯林国家的残害 以及威胁 才会把对方标签为是异教徒 卡丝尔哈比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伊斯兰党这番话的语气 跟这个定调是很重的 它基本上呢 就是在煽动广大的这个选民呢 把行动党看作是 在战争时期的这一个敌对异教徒 而不只是单单在 宗教跟政见上面的不一样啊 所以它的性质是很过分的 因此呢 行动党的三个马来领袖 分别是谢奥玛 谢瑞珊 以及雪弗拉 三个马来领袖呢 都是纷纷站出来 炮轰这一个伊斯兰党 要求伊斯兰党道歉 并且要伊斯兰党表态 是否跟那一个主持人的立场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整个局势呢 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一件事情 就是伊斯兰党再一次制造假想敌 而这个假想敌呢 就是行动党 这个其实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在能及里上阵 对垒 伊斯兰党的这一个候选人的政党 是谁 是行动党吗 不是啊 是这一个巫统 巫统跟伊斯兰党之间的 这一个选战呢 却让这个伊斯兰党把那个炮火呢 对准了行动党 所以他制造假想敌的这一个目标跟目的呢 是相当明确的 那为什么要制造假想敌呢 因为这个是最廉价的这个成本嘛 没有成本呢 靠张嘴讲就可以把大家的这个怒火呢 转向去这个行动党 然后巫统又是跟行动党为伍的 所以呢 顺便呢 也会烧了巫统的这一艘船 大概的逻辑是这样啦 那为什么他们在此时此刻 选择制造一个假想敌 并且把这一个假想敌 升级成为战争时代的这一个异教徒呢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伊斯兰党可能觉得 现在的选情呢 开始稍微对他们有一点点的不利 虽然我认为在这一个所谓 达吉尤丁 也就是伊斯兰党的总秘书之前 发表了一番威胁选民的这个论述 再加上土团党的这一个无能 还有洛洛呢 让这一个伊斯兰党的人 加入这个土团党 然后呢 这个土团党的这一个新的候选人 其实是来自伊斯兰党的嘛 他又非常的嚣张 声称自己是完美的候选人 然后导致土团党在能集里 480个党员呢 是宣布要退出土团党 转而支持巫统 所以这些呢 都是对于这个选情来讲 对伊斯兰党是不利的 对国盟是不利的 因此呢 他们制造假想敌呢 其实就是为了重新吸引 那一些铁杆支持者 或者是那一些讨厌巫统 讨厌行动党的人 忘记之前打击尤丁 曾经威胁过选民 以及忘记 由于这个土团党 480个人退出这一个 政党转而支持 他们的这个敌对阵营 那个士气呢 肯定是有所被消磨的 因此他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提诊士气啊 让这一些原本可能已经开始 有一点政治冷感的马来同胞呢 再一次因为这一个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要打倒行动党 要打倒这一个异教徒呢 在能吉里补选的时候出来投票 我觉得是他们根本性的目的啦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此时此刻我觉得依然啊 这一个伊斯兰党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毕竟他是这一个州属的执政党 然后呢当州那边基本上是伊斯兰党的天下来的 所以呢他们肯定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优势 但是我们无可否认 这个优势呢正在随着达基尤丁 还有这一个土团党退党潮的风波呢 是开始慢慢减少的 然而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一个情况啊 伊斯兰党他为了要赢 不惜代价 直接煽动这一个当地的马来同胞呢 把这一个行动党当成是战争时代的敌对异教徒 这个是很明显很过分的 我真的觉得呢 行动党的这三个领袖啊 不只是应该要 抨击这个伊斯兰党 同时呢也应该要自己去主动报警啊 这个是妥妥的散动来的 对不对 而且 如果你放任这一个伊斯兰党 不管你让他继续散动的话呢 他们基本上只会变本加厉嘛 因此在这样子的这一个背景下呢 伊斯兰党越来越过分 然后呢 这一个行动党有领袖出来反驳 反驳我认为呢是不够的 当然反驳是开始 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 这一样子的这个举动呢 必须要遏制 不然的话 马来西亚的这一个种族跟种族之间的对立感啊 会越来越重了 我们不能够让这一个伊斯兰党 无止境的用这种低廉 或者是甚至叫无本的政治手段呢 去套取他们的这个政治利益啦 你要知道啊 现在啊 伊斯兰党的这一波操作 我认为呢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因为现在距离这个投票还有一段时间嘛 你哪里知道他在过后的这个竞选期 到底会讲些什么东西 那所以 我们绝对呢 是要严正以待这个课题的 因为他虽然 煽动的是马来同胞 但是我们绝对不希望呢 种族跟种族之间的对立感越来越重 我们也不能够允许 像伊斯兰党这样子的操作呢 能够在马来西亚的政坛上面继续 能够玩得下去 不然的话呢 马来西亚的政治啊 到最后啊 不会比到底谁的这一个执政能力更强 谁的这一个 所谓的治国的能力更强 到最后就是 比谁更加会用这一个廉价的 这一个政治手段来获取 廉价的这一个政治选票 对马来西亚的政治 对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国家来讲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 整这个视频的最后呢 还是回到 我一直强调的那一句话 伊斯兰党是绝对不能够再进一步壮大下去 否则呢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那 假想敌这一套啊 原来还可以这么玩啊 这个我学会了 不过呢 学会了 知道他们的操作过后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 我们不要学习 这样子的这一个方式 来去看待政治 不要随随便便呢 就标签人家是某某某 不要随随便便呢 就去制造那个假想敌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呢 选票是会来的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呢 观众是会来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